我們關心印度現在運動監管 國運已經有四十三度 體驗運動就更高了 有好好怕學生小孩 因為這麼多不去上課 在接隔禍是變成有型地 如果在旁邊的面膜 也是很悠悠 現在要冷氣是有錢也買不到 要按一台冷氣都買不到 而且冷氣的價值 又每禮拜都會起價 這些小孩請坐 三水是算到幾個月 才還打來打去 剛才幾分數都很開心 但是最少看營生醉的地方 更是一間高射 並不是這間高射飲水 是因為印度最近的氣溫 穿到六十三十九度至四十三度幾斤 百步百紅幫這間學校 這學生載到外來上課 甚至破壞 昨天把一間高射拼給錢去熱水 變成是油煙瓶 房間有一個較涼的地方 放棄 這個高射油煙瓶突出後 學生來學校的比率 確實有情感 後來也回到在地的政府情處 希望可以蓋一個真正的油煙瓶 現在在附近的面膜 也是帶到幾十人 太多每個氣溫 我穿到六十四十三度 民眾就要在槍水的風才會較涼 現在買家電用品的店頭 人家也炒炒炒 大部分人家都蓋在冷氣的電視窟 想要摸一台冷氣 等到處理量一下 冷氣在面膜 反正不是一般的社會 才出來都會這樣 最近這幾年因為當地的電力波及 發生全球都發生的影響 正冷氣的人是越來越多 而且最近因為輸球都大大增加 這組上根本就不夠出貨 部分的手上賺幾乎的驅官介紹 第四兩期的驅小大概擺動了去 經銷商幾出 五位基典第二次的驅小是 六萬三千塊塔塔 一禮拜已經蓋到七萬兩千塔塔 差不多蓋台幅三千塊 不過面對已經四百年以來 上載四個分 消費者說 介紹又如何蓋也是對買 中指金柱 金柱 中指金柱 好